台北車站大廳 湧現大批人潮打牌長龍 打疫苗的可能比乘客還多 不少人因為前一天撲空 被嚇到一大早就來排隊 可以看到這當中 有不少白髮蒼蒼的長輩 就是因為看到近日本土數字 實在嚇人 通通出來打苗 根據最新國內疫苗覆蓋率 第三季百分之五十二點零四 但看看高風險族群 六十五到七十四歲 長者有百分之十三 近年一劑疫苗都沒打過 七十五歲以上更有百分之二十三 是一劑疫苗都沒打 於是黃宣就標示 別以為長者不出門就不會攔疫 幫忙帶孫子孫女風險高 而且還新增四人中症 介於五十到八十多歲 統計下來中症比例百分之零點三四 重症比例百分之零點零六 於是潘建制更表示別被Omicron騙了 以為得了都是輕症 如果大爆發國內兩個月 死亡兩千人算保守估計 感染太多造成Omicron海嘯的時候 造成的絕對死亡人數 仍然會高於其他的變種 借近其他國家 近期讓Omicron死亡的數字不能忽視 專家恐怕需要有效圍堵 才能挺過這波疫情 在黃明君 楊宗彥 台北報導 旺旺水神抗菌疫 它在整個的霧化器裡面 就持續的噴霧清潮 非常安全也不會傷身 你直接接觸你的肌膚 也都沒有問題 沒有疑慮的 可以上快點購 還有這邊有蠟氣的推薦代碼 CTI567 CTI我那7 可以享有折扣優惠 請大家好好把握囉